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的张神 张神在演唱14位导师 同时被他演唱的爆发力所征服 纷纷为其转身 歌词结束最后一句 正好恰恰是无能 这14个导师纷纷为其转身 张神更是激动不已 一直有条汉大师之称 宇成庆这时 立马开始了逗曲的发达 我们四个转了神 他说无聊 周杰伦顺势接应道 我觉得你所有表现里面最棒的就是刚刚最后对哈林哥说无人 宇成庆也大趣的说 是对着我们周杰伦表情立马坏了 是对着你我看得很清楚 宇成庆转向李健说 这个时候锤仙重 李健达到 咱们好像同时 宇成庆这时终于找到一段垫底的笑着说 所以他是对我们俩各讲无聊 李健这时也不怀好意的笑 不得不说哈林就像他的名字里一样带有哈哈大笑的卡拉OK自然属性 每场节目哈林也是必不可少的开心股 无论是调侃大趣还是专业点评 浑身散发幽默细胞的他总是会很应景地踩到全场的笑点 可谓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现场的校空大师 在7月27日那期节目的谢霆锋 李健为了抢夺健身教练声音魔术师李嘉干做自己的学员 也纷纷蹭醒了健身的热点 连李健也抛看自己虽然外表人皱皱 其实自己也是经常健身的 宇成庆这时又充分地发挥了他所擅长的戴高帽助攻守的作用 谁说你外表人皱皱的 你的外表只能用优雅来形容 李健老师一看既然人家把题子都搭好了 那我不向上爬 是不给对方面子了 于是说道光用优雅是不够的 这时周杰伦也赞道 李健老师平常也是有在健身的 健身最紧的就是李健老师了 知道什么是捧杀吗 周杰伦这说话的语气感觉真活山无影角有一篇 连李健自己也不好意思说道 我健身是工作需要 这时宇成庆再来一个神火刀 你不要自己剪完还用这个样子 在旁边一直忍了很久的谢霆锋 实在看不下去 忍不可忍的 现场就休息了 他的健身线条 我现在没有练那种肌肉男的这种形态 但是你说他们俩哪一个像健身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